你忙 你忙 忙得理所遇到 如今月亮的光芒已晒过太阳 女人开始闯荡 男人占领厨房 习做饭煲汤 已不是不是你的战场 再把护风换雨 也不是我的专长 曾经五千年历史的女落南墙 如今熬到女人起义 妇女解放 你忙 你忙着日子过得有点发慌 你忙 你忙着未来 让我不敢去向 能不能给点希望让我看清方向 能不能留点时间让我告别 告别往日辉煌 我一心在为家而忙 希望你能多点体谅 家里家外奔个方向 把日子过得更漂亮 我不想和你比谁强 希望你学着去欣赏 正来正去到头来时亮 白居上 如今天下的风光都为他们眺望 女人开始变强 男人不想退让 对酒当歌谈唱 早已有模有样 挥洒自如创当 可是理所应当 曾经一家人一时的前事后放 如今交给男人来当 自己换身衣服上场 你忙 你忙着事情做得漂亮 你忙 你忙着做人做出担当 能不能给点念想让我挂在面上 能不能留点空间让我隐藏 今日悲伤 我一心在为家而忙 希望你能多点体谅 家里家外奔个方向 把日子过得更漂亮 我不想和你比谁强 希望你试着去欣赏 幸福生活掌握在我们手上 能不能留点空间 我这么做 只是想排除其他因素 找到一份纯净的感情 我真的希望你能理解 能理解 不能接受 坦率地讲 我对你这种做法很反感 我真的没有什么恶意 况且我完全可以确定 你就是我要找的人 但我现在觉得 你并不是我要找的人 难道我有钱 就完全破坏了你原来 对我的好印象吗 这段时间我们的感情 发展得不是挺好的吗 可我喜欢的是 你扮演的样子 而不是真实的你 我演的就是自己 希望成为的样子 我不是一直努力地都在做吗 唐俊 我知道你不看重钱 但有钱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有钱不是坏事 但是像你这种有钱的女强人 从来不在我的考虑范围 我压根就没这种心理准备 感情来了就坦然接受 还要心理准备吗 当然需要 我们这个年龄 不像年轻人恋爱 只管爱来再说 合则具不合则分 我要寻找的是 共度一身的伴女 必须各方面要考虑周全 我知道这些对你很突然 但我相信你会慢慢适应的 跟你这样的女强人在一起 女强男弱 我会有压力 会很累 只要感情好 谁强谁弱 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根本没有必要在意 那些世俗的看法 我没你那么超脱 而且有些世俗观念 是有道理的 比如门当户对这话 虽然不是绝对真理 但条件相当的男女在一起 感情更容易平衡人恰 这个是事实 可你我在一起 显然是严重不平衡 只要我们愿意努力 完全可以把这种不平衡 转变成互补 在我看来 这几乎不可能 杨丹 我想娶的 不过是个普世平凡的老婆 想过的 也不过是普通人的日子 就算你愿意 先你下班柴米油盐 恐怕我也接不住 到时候你委屈我也别扭 何必呢 短短的一周 这网店的销售业绩 比起实体店 那是遥遥领先啊 事实胜于雄辩 媳妇 不服不行吗 我服我服 我心服口服行不行啊 老公 你英明你伟大你正确 我向你学习 舒坦 再多说两句 老公 我想跟你商量件事 你跟我换换 我去管几天套宝 行不行啊 想找点成就感 好 这两天交给你管了 沈亿来了 这家伙运气真好啊 一交给你就开张了 他不是下单的 是提建议的 什么建议啊 这个买家说 你们店里只有包的照片 大小和效果都没有直观感受 建议你们请个麻豆 背上包拍上照片 传到网上 效果会更好 麻豆是什么呀 麻豆 英语麻豆 模特的意思 这倒是一个好主意 请麻豆把这包背上 又得增加一笔开销 就算我能客串的摄影师 麻豆还得花钱啊 好麻豆可不便宜啊 老公 你能客串摄影师 难道我就不能客串麻豆吗 别说啊 我媳妇的形象气质 当个麻豆那是绰绰有余啊 虽然老了点 你说谁老呢 你脚一嫩的去 老了好啊 老了更有嚼头 由蓝皮的女老板 亲自演绎蓝皮的产品 绝对是个卖点 卖点 卖点 好 好 来 这边可以 来 来 走 好 好 蓝总 蓝妹妹 皮包公司蓝总 喂 喂 找 好了 好了 还真不错啊 挺专业的嘛 老公 咱什么时候再拍一组呗啊 我看你是想过那麻豆瓶吗 我看看看看哪儿看看 我资金冻结以后你们能撑多少天 你怎么来了 我试查试查啊 看我资金冻结以后你们能撑多少天 喂 您怎么在这儿呢 我 我 为什么您服务 李刚是我的员工 我不是说过不许他来这儿上班吗 你们拿花到耳旁风是吧 你赶紧走 哎 就算他不在这儿工作也可以来找我呀 你凭什么赶他走 行行 我告诉你为什么反对你们俩在一块 他现在什么情况啊 你现在什么状况啊 你们俩有什么本事啊 俩人家子一块没个像样的工作 要钱没钱 要房没房 根本看不到未来 你们俩泡在一块有什么前途啊 我们没那么现实 在一块高兴比什么都强 您看不到我们的未来不要紧 我们自己可以慢慢创造啊 你不跟我说这趋头挂脑 废话 你们俩拿什么创造未来啊 婚姻是人生头等大事 开不得玩笑 你跟他好 俩人一无所有 光只是高兴过日子啊 谈恋爱能在天上飞 接着回去得落地些 吃穿硬度哪样不用钱啊 还得养孩子养老人 到时候压力大的 累不死你们 爸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 我不打算结婚了 我没什么不让你结婚 关键是找什么人结婚 一个女孩子 自己没做到本事不要紧 你必须找一个有本事男人 不能找他这样的 就找你爸我这样的 照你这么说 我妈是嫁得人了 还不是跟你理了 我不跟你说话 李刚 李刚 不是我不讲理 非来着你跟晓晓好 你自己掂量掂量 你能跟晓晓什么 你们俩有什么条件 谈婚论嫁 不是叔叔 我 我们俩现在也 也没打算要结婚呢 没想结婚你谈恋爱 完全对婚姻不负责任 我是男人我知道 想玩找别人玩去 离我规律远点 不是长叔叔 您先别生气 我我不是那意思啊 甭狡辩 我不跟你费头目性子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赶紧走 赶紧走 爸 你干吗 叔叔 您别生气 我走还不行吗 李刚 站住 你是我的员工 我不让你走 你就不许走 我忍了你很久 你冻结了我的资金 来看笑话是不是 我告诉你 只要这个店 一天没有关门 就是我说了算 我愿意让李刚 在这儿工作 你管得着吗你 这儿不欢迎你 你出去 走啊 现在走 不是 谁 走 这 陈光姐 叫板是不是 我看了到底是我走 是他走 小四肚子 肚子怎么了 你没事吧 肚子 怀孕这么大的事情 你居然不告诉我 你想干吗呀 压根儿不想要是不是 你想瞒着我 把孩子打掉是吧 我还没想好呢 只要是店刚开业 他来的不是时候 那你就要打掉这孩子 那也是我的孩子 你怕耽误你开店 你就要对他下毒手 你心也太狠了 简直是跪着手 爸 你别这么说 陈梦真是没想好 如果他真不想要 没等你发现孩子早没了 听听 听听 我孩子小妹差点被丢了我 我这个当爸爸的 连个知情权都没有 我连保护他的权力 都被剥夺了 我怎么混得这么惨呢 我活着干嘛呀 有那么夸张吗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一点不夸张 我就是长期太揍入你们了 你们根本没把我放到眼里头 看看咱们这个家 现在是毫无王法 闺女不闺女 老婆不老婆 闺女谈恋爱 不听我的 老婆怀孕了 瞒着我 我还有没有点负权 有没有点负权 我怎么这么失败呢 爸 谁都没诚心想亲您 先让切儿坐下来慢慢说 我坐不下 你坐下 陈梦啊陈梦 自从你嫁给我 你没有一件事情顺着我 一直争这个拳 争那个拳 你跟我斗个没完没了 我虽然不情愿 可是我一直顺着你吧 我让着你 我步步后退 你不想让权势嘱咐 我游着你 你想开服装店 我游着你 我想要个孩子 你不想要 我也游着你 你默默良心想想 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老公 你说的是事实 我承认 你确实为我改变了不少 可是现在这孩子自己来了 你怎么就把铁石西长都不要他呢 你就是想当女强人 可是你别忘了 你首先是个女人 女人再强还是女人 你要尽一个妻子的义务 尽一个母亲的责任 你不能想一出是一出 什么事都以你为中心吗 我非常严肃地告诉你 我已经做好准备 再做一次父亲 而且我会尽最大努力做个好父亲 如果你要坚持打掉这孩子 我拦不住你 但是你可记住了 你打掉孩子之日 就是咱们离婚之时 这回可是真的 我说的做到 真的 咱俩新鲜啊 大董 人到齐了 萌萌来了 郭叔叔好 走吧萌萌 妈妈办公室不好玩 我要在这儿了 你这样在这儿玩吧 反正下班了也没什么人 那你自己在这儿玩一会儿 玩好了到办公室找妈妈 嗯 那我们开会去吧 嗯 那我们开会去吧 嗯 叫我爸来吃饭吧 还是你去吧 还是你去吧 你去吧 老公 老公 吃饭了 老公 别生气了 出来吃饭吧 原来我俩生气 都是他哄我 现在轮到我哄他了 看来你爸这回是真急了 这回你是出到他的底线了 我一直向着你 这回也得站在我爸的立场上 说几句话了 在孩子的这个问题上 你的确有点太自私了 至少是不够尊重他呀 我也知道这样不好 我不是怕他又逼我回家吗 你想干点事也没错 不过也要处理好家庭关系啊 要是因为孩子 把我爸的心伤透了 你俩真就危险了 到时候好好地家散了 你不难过 我也不像那样 等他消消气好好跟他谈一谈 要是你俩能各退一步 不就皆大欢喜了吗 其实我也挺希望 你把孩子生下来的 我爸准备好当爸了 我也准备好当姐了呀 到时候有个肉糊糊的小家伙 该在我屁股后头叫姐姐 多好玩啊 来 吃饭吧 今天那水下的可真大呀 是吗 我爸就会脾气发大了 虽然主要是冲陈梦 可是我也不该惹他 要不 咱俩先转地下了吧 咱俩从来也没递上过呀 这不地下还是被他发现了吗 老爸实在太顽固了 这么下去可怎么办呢 难不成咱俩永远都地下了 那也没那么惨吧 要不成 咱俩还是算了 我看可以 你敢 我还没有说放弃呢 你就想先撤了 我这不是怕你想分手 不好意思说吗 我所以建议他建了一个台店 考验一下你吗 你下次再敢这么考验我 我冰死你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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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死我啊 你要想冰死我的话 我嫁到上面敷连去了啊 怎么样才能改变我爸对你的成见呀 被动等待呢不可取 我准备啊 争取主动 跟你爸来一场 男人对男人的谈话 行嘛 那是谈崩了呢 放心 甭管谈成什么样 都动摇不了我对你好的决心 我要找找你爸爸谈谈 你爸爸他单肯不同意 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我也不敢找你妈 别打 我还是心想你刚才那个小故乡的东西 很瘦 因为据我扫着啊 现在京城新楼盘大门都是那个人去 萌萌 萌萌回家了 萌萌 萌萌 你躲哪儿了快出来萌萌 萌萌 萌萌 这孩子上哪儿去了 放心吧应该没走太远 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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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萌你在哪儿啊 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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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刚看我女儿子出去了吗 没看见小小出去啊 你离开过这儿吧 二十分钟前去回趟厕所 也就两分钟 其他时间都在 怎么办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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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呢 这孩子上哪儿去了 我怎么可以把一个人丢在那里 知道我多好次做噩梦 梦到梦梦掉了 他真的是真丢了 你别胡思乱想 梦梦应该不会走太远 没准还在家具馆呢 保安刚才不是说没看见有人出去吗 梦梦 咱们再回去找找走 好 监控 对啊 我才没想到呢 帮我调一下三号听儿童区的路下 快进 停 你再给我调九点以后大门口的录像 你看 保安不在 他没出去啊 你再帮我调一下前厅的全景 你再帮我调一下前厅的全景 他去的是样板间的方向 梦梦 梦梦 帮我 我 还有 恐吓 躲 妈妈 妈妈 有吗 没有啊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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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毛 张洁 这儿呢 这儿呢 毛不在这儿呢 快快 她把自己埋这里了听着音乐 怪不得我们喊的听不见 我来了 好 徐晶一场 把你吓坏了吧 这次如果真把她丢了 我肯定要疯了 都说女人难 女强人更难 我看你这个单身妈妈女强人 简直是男护其男啊 谁说不是啊 有的时候我都挺佩服我自己的 可更多时候我是同情我自己 怎么会混得这么惨呢 多苦多累都得自己扛 想找个肩膀靠一下都找不着 你就没想过再成个家 也好有人帮你分担分担 怎么不想 我做梦都盼着这人赶快出现 这老天爷喜欢跟我开玩笑 好容易遇到一个合适的男人 可是人家已经有家了 比如你 也是 这个年纪的差不多都结婚了 要不就是离婚的 想找个合适的确实不太容易 再说你要求肯定高啊 说实话 别的我都不在乎 只有两点 一要跟我合得来 要有共同语言 二就是要有责任感 可就这两点 想要兼而有之 机会都是微乎其微 好容易找到了一个 又是别人的老公 比如我 姑娘 接下来我要说的话 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尴尬 但是我怕我不说的话 我一辈子都会后悔 里面的猜测并不是空穴来风 我的确对你有好感 而且 我觉得你对我也是有感觉的 我希望你现在告诉我 那是我的错觉吗 不是 那么 你曾经有没有这样的念头 其实只是一分钟 想到要离婚 没有 其实你们分居之后 也从来没有想过吗 从来没有 为什么 人在婚姻当中 偶尔难免走神迷惑 但关键时刻 要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 清楚自己对婚姻的责任 张姐 你曾经有过婚姻 应该有这种体会 建一个家千辛万苦 毁一个家一夜之间 是啊 我太有体会了 当然不是所有的男人 都能够像你这么清醒 如果当时 我前夫能够把持自己 多想想对家庭的责任 我也不可能走到 离婚这个地步 张姐 你是个很优秀的女人 难得我们在事业上 志同道合 相互有好感 但是 但是基于对家庭的责任感 你不可以让这样的好感 继续发展 对吗 这可能也是人生的 一种遗憾吧 可这种遗憾 反而加深了我对你的好感 我是因为前夫外遇的原因 才离婚的 所以我特别看重男人 对于婚姻的忠诚度 还有家庭的责任感 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 或许我根本不会喜欢你 但你是这样的人 我对你的喜欢 就不会有结果 你说老天眼 是不是在捉弄我呢 我走了 侯元 再给我拿瓶这个酒 对不起先生 已经凌晨了我没打烊了 打烊了 打烊了 那边还有人的吗 您眼花了 那是灯 行 那让他们帮我把车开过来吧 您那久后驾车太危险了 要不给您叫辆出租车 等您明天酒醒了再来开 行 您这儿扶我还真兜的 先生您到了 我不是来这儿啊 来这儿不是您说的吗 到底到哪儿 不来家具馆 就前面那个快捷酒店 好的 好 杨丹姐 小白啊 又跟我家圆做贡献来了 哪儿啊 我今天啊 是专程来给您送勤劫的 什么好事啊 我跟老袁周末订婚 一个二婚还那么大张旗鼓的 我是第一回啊 老袁大笨 也是想给我一个交代 世代有个交代了 干吗不直接结婚呢 我年纪还轻 还没有做好早婚的思想准备呢 老袁可不年轻了 他有做好思想准备吗 他还用做什么思想准备吗 不管怎么说 祝你们幸福 谢谢杨丹姐 那我就先走了 周末一定要来 你是我们的贵宾 就等着你 给我们蓬毙升灰呢 那哪儿成啊 我要升灰了 不抢了你的风头吗 哪儿会啊 我先走了啊 好 看来老袁二婚对你冲击挺大呀 我这边散伙 他那边百业 这世界呀 真是冷热不均 看来你心里对老袁 你还是放不下呀 放不下也放下了 我以前不是跟你说过吗 恋爱 结婚 事业 离婚 我每一步都走在你前面 李梅 我可是你的前世之界 红禄的石子 我连把离婚户的前景 都给你展示清楚了 你意思是 我现在就像离婚前一样 没错 当初我就是因为太理性了 所以才失去了婚姻 等我想明白了 想往回找报找报 感性一点吧 人家汤俊还不给我这个机会 反正每次我拿捏这个尺度啊 总是跟人家拧巴着 好像到现在也没踩到正点上 可凭我的直觉 我觉得这回你对郭杨有点过了 你不跟她机会让她了解 你内心的真实感受 你的这种态度让她心寒 也会让她离你越来越远 当初我也是这样啊 自己的做法 总是与对方的希望错位 所以我才落了单啊 这感性与理性的尺度 到底该怎么拿捏 还真是一门学问 杨丹你说 夫妻之间发生矛盾 什么最重要 是骄傲自尊 还是面子输赢啊 过去我认为这些都很重要 现在我明白了 这些都不重要了 最重要的是你心里 还爱着那个人 还是那份来之不易的感情 夫妻之间吵架 千万别计较谁输谁赢 不管是争也好 打也好 如果能够化解 如果能够协商 就千万别端着 别赌气 非要争个谁输谁赢 谁有面子 谁低头让步 最后赔上去的肯定是感情 婚姻之内没有输赢 只有两败俱胜 在商业也带吃饭 走吧 吃饭去 让开语 让开语 你给他钱 你给你帮你帮我 你别还不太那 你给你帮我 你帮我帮你帮我 喝多了 没气 喝多了 为什么喝多了 你昨晚干嘛了 说了嘛 喝酒 我问你为什么喝多了 跟谁喝的 你能不能别让我感觉 像接受警察审讯似的 你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你打电话 就为了查岗查事是吧 我没想查你 我打电话跟你说别的事 但没想到光天白的 你居然在睡觉 我觉得很奇怪 所以请你给我一个 合理的解释好吗 我懒得跟你解释 你是解释不清楚吧 没错 你说得太对了 无论我怎么解释 你照样天马行风没变的妄想 照样认定我怎么怎么着了 我不解释 郭阳 我提醒你 分居不等于放纵 我给你时间和空间 让你选择让你冷静 不是让你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 请你不要亵渎我给你的自由 你现在 你现在 是不是在谁的温柔乡里呢 我要真想在谁的温柔乡里 还要等到今天吗 你又 替自己感到惋惜是吧 我是替自己悲哀 你不会替我当晚就把我撵出家门 我现在就是一个胡回也回 我找地儿猫活还得进入你的盘查 你光替自己悲哀 那谁替我悲哀啊 你委屈我还委屈呢 分居的这段日子 你要真想回家早回来了 我是在检讨自己 是否我高风亮节 攻守给了你一游头 好让你趁机在外面乐不思蜀啊 你让我怎么回去啊 我经常怀疑你真希望我回家嘛 把我扫地出门 虚寒问问暖吗 打个电话除了观察 一句问候都没有 一点温暖和关切也没有 你是曾经想让家庭和婚姻 对我实际吸引力是不是 郭阳 你以为我从你身上感受到温暖和关怀了吗 你以为现在这个家对我有吸引力吗 我本来给你打电话是想约你一块儿接小瑶 马上一块儿回家的 没想到你以这种奇怪的方式 在这么个莫名其妙的地方接我的电话 我能不怀疑你吗 我没法把你和那些没有道德标准的 用左男人区分开 郭阳 你已经混同于他们了 你跟他们都是一样的 我看咱俩这十年是白过了 十年啊 你还不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我本来以为我知道 现在我糊涂了 如果用十年之久建立的信任 就能这么被猜忌个抵消呢 我真怀疑咱俩的婚姻还能不能维持下去 我也很怀疑 既然这样 那还过个什么劲啊 过不了就离婚呗 离就离 谁不离谁孙子 不离说哪是 国财 国财 我来跟你说件事 看你这表情不是什么好事 我跟你姐夫 你可能很快要改口叫郭阳 我们谈到了离婚 离婚 他跟你提的 他真有外遇了 我不知道 是我提的 你提的 不是 那他同意了 没反对 过两天他会回家 跟我最后谈一次 我希望到时候你在场 我最好在场 正好把你从危险的边缘往回拉一拉 没想让你往回拉我 别嘴硬了 那让我在场干嘛 这件事 不许透露任何消息跟小杨 如果真理了 我会选一个合适的时机 以神还最小的方式告诉他 在此之前 什么都不许对他说 我可以 我宽敬一下 我宽敬一下 得不许对他 我宽敬一下 那我宽敬一下 你宽敬一下 再去吧 你就不许对我宽敬一下 我宽敬一下 你宽敬一下 我来宽敬一下 我前着就想找您娽敬一下 一些娽敬一下 我倒想听听你能弹出什么花样的 长叔 我今天来就是想为了陈梦 和我自己说两句话 前段时间您对陈梦跟晓晓 实施了一件丰厚的政策 他们都找不着跟您表达的机会 都挺郁闷的 我呢 在您面前就更没有发言权了 那你说什么呀 所以啊 我今天是特地登门拜访 就是想咱俩男人对男人 打开天窗说说亮话 也请您呢 听我把话说完 再决定是判我们死刑 还是给我们一条生路 说吧 首先 在服装店的经营策略上 我不得不说一句 您的确是老谋深算 惊讨伪略 目光长远 生意场上您是大腕 我们在您面前都小玩闹 不知一提 你坐下 您批评的非常有道理 陈梦在服装店的定位方向上 的确有点眼高手低 独断专行 刚愎自用 小的不才 完全赞同您的观点 也在他面前吹过几次风 可是都被他就地给镇压了 虽然我在店里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 可是我越来越看到您的远见着实 现在能挽狂来一祭祷 拯救服装店的就只有您老人家了 少拿话添个我 甭想几句好话就骗我几栋资金 我 我不是在乎您的钱 我是在乎您的智慧和您的英英领导 我相信只要您愿意 您稍微动一动脑筋 就可以把前妻投入那死乱给盘活 你们把店折腾成这样了 皮球又踢回到我边了 谁让您有这本事呢 而且我相信您也不愿意 看着自个儿钱打了水漂吧 陈梦啊 现在是一筹莫展 已经认识到您的英明了 虽然嘴上不说 可是心里头一直派着您出手相助呢 真的 千真万确 我们都等着呢 只要您有策略 有指令 我保证您招职起来来之能战 我甘心情愿地为您安前马后赴堂蹈火 谁吸着你安前马后赴堂蹈火呀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不就是想尽一个员工 应有的义务和责任吗 哼 真没看出来 你小子还挺忧工忧民的 我就不明白 这店是我们家的 有你什么事啊 你在这儿急成这样 既然您收到这儿 我就想说说我自己了 长叔 我的确犯过急功近利的错误 以前也游手耗闲过一段时间 但正是因为我有过教训 才培养了我的责任感跟紧迫感 以前我做生意那会儿 在店里头给人打工这种事 我哪看得上眼呀 可是现在这样一个机会 我觉得特别难得 我现在已经懂得珍惜机会 珍惜感情 真的 我觉得男人的责任感 都是培养出来的 我就觉得我现在 比以前有责任感了 责任感不是嘴上说说就有了 说到对爱情和婚姻的态度 我也部分同意你的观点 目前 我的确还没有资格谈婚论嫁 所以说我没有打算要结婚 可这并不表示 我对小小的感情不认真 至少我愿意为他 全力一赴打拼一番 他的感情就是我前进的动力 我的目标就是快马加鞭 努力奋斗 让自己拥有和小小结婚的资本 如果两年以后 我还没有创造出这样的资本 叔 我到时候不用您哄我 我就自个儿撤了 我说到做到 你小子真这么想的 千真万确 对了 还有 我看见您这两天 跟陈梦姐的冷战状态 我作为一个旁观者 我想提醒您一句 其实她知道怀孕那天晚上 这夫姐就已经开了一个会了 议题就是怎么协调这孩子 和事业之间的关系 她在会上已经明确表示 想要这个孩子 她真想要没想啥 就是因为想要才犹豫不决呢 她怕生这个孩子 事业会受影响 怕因为这事 没有经历经营生意 对不起您那大笔投资 担心这刚刚起步的事业 就夭折了 这算靠谱 你看 这 你们俩不存在 原则上的对立 都是想要这孩子 那剩下的就是怎么 具体协调的问题了 您得给她一个 具体表达的机会 多听听她的感受 再做出一个双赢的决定 是吧 有道理 她身体因为怀孕 本来就弱 她为事业一着急 万一一冲动 真把这孩子给打了呢 她真这么想的 本来没有啊 可是您跟她冷战 不理她 她万一一赌气 那可就说不准了 我真不能再胜着了 赶紧找她谈谈 就是那 夫妻之间是吧 有什么不能谈的呢 这个欢口小儿的 你有什么资格 教我如何处理夫妻关系 不是 我不是说了吗 您高瞻远瞩 我安前马后 你这三说两说 就把咱们说成是一架子了 我发现你一小子 就是嘴皮子好使 我估计就让你给说运的吧 不是 我这都是肺腑之言 您得相信我 我不光是嘴皮子好使 我心眼也好使 我行动起来更好使 服务业的事 你真同意站在我这边 真的 那咱们探探 你首先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以后服装店的营业额 和陈鹏的动态 随时想汇报 我怎么到哪儿都是卧底的差事呢 叔 我 我这脸上有特务线吗 特务线都没有 我看上去不太像个正经孩子 喂 您好 好 我知道 谢谢您 再见 谁呀 什么事 打错了 推销了 讨厌 太阳就是太阳 照着半遍月亮 房子车子我养 孩子你多帮忙 西衣煮饭煲汤 痒痒我都擅长 全心守在家的后方 让你在外风风光光 老婆年轻漂亮 女儿千为世上 说我口门 怪我来仗 连手弹劾找我算账 当我说成这样 还不是没影响 你我可以说 我何必互相较量 你用旧的眼光 拒绝心的森杀 我用我的拒绝为家共享力量 日子越过越长 男人女人一样 这个社会需要力量 需要彼此学会体谅 责任一起来扛 没有谁比谁强 一个家庭需要榜样 需要配合互相欣赏 责任一起来扛 没有谁比谁强 一个家庭需要榜样 需要配合互相欣赏 责任一起来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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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一起来扛